揭秘华为 它不是民企 而是国自辈的企业 作者 主歌 吃瓜群众很费解 孟女士和华为缘和与美国结下两子呢 这个来历很复杂 我会通过多篇文章来分析 此文我只着重讨论一个话题 华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企 而是名副其实的国自辈的企业 那么 瓜众会反问我有什么证据 我的证据就是 我有以充分素材为基础的严谨的逻辑分析 请看一下13个要点 依一个民企 是没有这样大的胆量和信心 私自与伊朗开展业务往来 除非这个企业与美国 没有任何合作关系和业务往来 作为与美国打交道多年的华为 不可能不知道美国与伊朗的恩怨 及其美国已经制定并通过了针对朝鲜 伊朗这些反美国家的出口管制禁令 明知山有虎 天向虎山行这是赌徒的妄为 不是沉稳精明的人正非的个性和作风 那么唯一的解释就是 华为与伊朗交易是国家受益 华为在替国家服务 二从企业利益权衡的角度看 对于一年营收6036亿元 人民币的世界500强企业 冒着被美国制裁的风险去贪婪伊朗几亿美元的业务 为芝麻雀放弃西瓜 令人匪夷所思 如果华为是任总的家族企业 他会这么鲁莽和愚蠢吗 但华为从国家利益出发 就不会打这样精细的算盘 国家一直容不得企业顾虑和推诿 国家推动华为与伊朗交集 是出于政治格局的考量 这是中美博弈的一部分 三任总出资仅占华为总股本的1.4% 如果任总是华为的创始人 股比如此低 这十分罕见 换句话说 从所有权上看 任总并不能控制华为 他只是华为缺一不可的高端掌舵人 华为放风说 华为是全体员工持股的企业 这是一个幌子 华为员工薪酬收入高于一般企业 这是事实 但普通员工能够成为华为的股东 这只是一个画饼 华为作为国家战略的一个特殊企业 把收入设置高一点 这是为了笼络住员工的心 堵住员工的嘴 不使员工泄密 四我们来看看华为发展历程中的两个关键因素 1999年华为成为中国移动的主要供应商 2004年华为赢得中国电信国家股干网优化网合同 从此成为中国电信的铁杆供应商 傻子都知道 在中国一个没有背景的纯粹的民企 是不可能具备取得国家三大运营商订单的这个资质的 在中国决定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不完全取决于技术 能力和努力 而是看是否具有某种身份或权力背景 五华为发家和主要的业务是电信设备制造 通信行业涉及到网络通道 信息机密和国家安全利益 在中国是国家严控和垄断的产业 这类敏感行业是不可能让民企涉入 国家已经把三大运营商 电信 移动 联通 抓在手里 不可能把为三大运营商提供设备业务的资质 放心的交付给一个纯正的民企 六华为现在是一家在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 为全球50家最大电信运营商中95%以上提供服务 覆盖全球40%人口的跨国公司 试问如果没有国家资源和力量的推动 中国那个民企有这么牛 除了华为 中国哪个民企能做出行业老大的伪业 相对而言 华为的技术管理和服务超越了国内一般的企业 但中国企业就有中国企业的局限性 制度束缚所致 华为如果要挑战世界众多技术实力雄厚的大牌企业 例如 诺基亚 朗讯 三星 爱立信等等 单凭任总个人的能力和魄力 根本不可能超越那些国际巨头 华为如何超越它们的 我会单独撰文介绍 但是如果有国家倾力协助 它就如鱼得水 如虎添翼 7 相关资料显示 2010年7月华为首次入围世界500强 成为500强中唯一一家位上市的公司 脚趾头理论告诉我们 作为一家以国际业务为主的巨售级公司 业务做得如此出色 居然不上市 其中必有蹊跷 因为一旦上市 就必然要公布股东的身份背景资料信息 这是神秘企业华为迈不过的坎 企业家都心里有数 上市是每一个企业追求的终极梦想 没有一家企业不可望至极 华为达到了上市的标准 却一直憋着不上市 一定有难言之隐 担心暴露股东身份信息 把矮刮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 2016年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 任总辈大会点名向X主席汇报工作 这可见华为在国家心目中的地位 中国科技领域的龙头企业怎么能够让民企把控 国家一定不会这样糊涂和草率 中小型企业可以让其放任自留 但大型企业非得信国信党 这是党和国家一贯的原则 华为不但营收规模宏大 去年总营收6036亿元人民币 而且行业特殊 信息安全和高科技 更是创汇大户 华为去年海外收入3950亿元人民币 占总营收60% 国家怎么会让这样至关重要的企业 也游离于国家控制权之外呢 9资料显示 华为2017年的营收是6036亿 人民币 排名2017年中国企业营收100强 第17名 排在它前面的都是央企 例如 国家电网 中国石化 中石油 工商银行 中国建筑 平安保险 建设银行等等 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 怎么会容忍一家私企达到这样傲视群雄的规模呢 由此可见 在中国这个特色国家 华为要么被国家收编 要么被国资控股 要么它的出身就是国企 它别无选择 实据我个人猜测和判断 任总在1987年投资2万元 在深圳成立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时候 这个资金要么是某个系统 部队 的 要么是国家的 总之不是任总私人的本金 任总从事企业工作之前是部队的团附 他一定是带着使命来做企业的 当时国家可能看到了电信设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于是部队领导就委托他开赴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创业 因为深圳与香港接壤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了解到了一个相关的细节 华为的起步业务就是成为一家生产用户交换机 PBX的香港公司的销售代理 这说明国家委派任总去深圳创业是有备而去的 就是希望华为从香港哪里关注和获取国际上最前沿的通信设备制造技术 十一我们从华为这个名称上也可以读取出耐人寻味的信息 华为可以理解为中华大有作为 这是国家民族复兴战略计划中的一项 2015年国家规划的中国2025制造 就与国家创立华为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为了占据制造行业的制高点 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产业的主导者 可以理解到 国家当时看中了人总有企业经营的潜质和能力 还有他对国家有很高的忠诚度 因此才把这样重要的任务受命给他 还有一点 任总的岳父是四川省的副省长 有政府背景 这也是组织选择他的一个原因 十二探讨华为 我就不得不提起他的患难兄弟中兴 在华为成立之前 也就是1985年 中兴通讯就已经在深圳成立 他是真正的国企 那么有瓜众就会有疑问 为何中国有了一个通信设备生产企业 还要成立华为呢 这是因为中兴是以国企的面貌出现 而西方国家对国企有戒备心理 因此国家才想出这个妙招 把华为包装成一个民企 这样便于隐蔽 后来证明 国家的这一招确实很英明 西方国家都没有防备华为 大胆放心地与华为进行业务合作 后来居上的华为为何比中兴做得更出色 达到了中兴六倍的体量 奥妙就在这里 十三最有说服力的素材就是 孟女士被捕后 中国官方的反应和作态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外交部都向加拿大发出最严厉的抗议和最尖锐的警告 还有 在孟女士假释后不久 中国驻温哥华使领馆就急冲冲去孟女士的豪宅探望她 更有甚者 孟女士事件发生后不久 中国当局就接连逮捕了三名加拿大人 这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 所有这些剧情都无不释放出一个信号 孟女士与华为是国家的心头肉 国家极为珍视和关切 那么 稍有头脑的人都能联想到 如果华为不是亲儿子 国企 它能享受国家如此高规格的礼遇吗 主歌思考 中国有一句警言 出来混 迟早要还的 如果你走的是正道 那么你永远都不会堕落和遭受惩罚 但如果你心术不正 不遵守国际市场规则和别国的法律 为了国家利益就不择手段 即使你能逃过一时 但苍天不会饶过谁 孟女士被捕只是华为滑铁卢的序曲 未来的日子 华为将会遭遇更加沉重的打击和难堪 人 不渺 不渺